从宏观经济谈到股票金融市场 欢迎大家来到话书的频道 大家好 今天看下水电的机会 长江电力600900滚动市盈率已低于18倍 股价再次低于20元 出现了19.72元的低点 这种确定性很高的优质股票 波动一般都不大 每次低点都是买入机会 那最近为什么会出现低点呢 无非是今年长江来水量较小 比往常年发电量少了一成 其实长石告诉我们 长江的来水量长期而言 是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的 每一个枯水期发电量减少 股价出现低点都是增仓机会 有些人看不起长江水电 因为企业成长性差 没有爆发力 但事实上 散户有几个人复合年收益率达到15%以上 长江水电给你的长期回报率 大概率在15%以上 未来 长江水电业绩增长的点还有很多 不限于下面这八个点 一 乌东德 白鹤滩电站的并入 会使企业的产能增长很大一块 记得好像在58%左右 倒推多少年 看看企业刚上市试了什么情况 然后并入电站会发生什么 那么 预期长江电力的未来就比较清晰了 二 水电的行业属性决定未来的收益不断提高 水电都是一次性投入大 折旧摊销快于实际损耗 即便固定资产折旧完了 还可以继续发挥效益 现金流量净额远大于净利润 三 企业的投资收益率很高 企业投资主要围绕水电核心 及上下游产业链业务 增厚利润 平易利润波动 四企业的国际化视野 利用自身优势 在局势稳定的国家和地区 开拓国际业务 放大利润增长空间 五 参与全国大型水电开发 几条大厢 或是现有的上下游开发 未来业绩有望持续增长 六 参与水风光处一体化工程开发 提高企业受益 尤其是抽水蓄能 未来有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受益 七 关注未来电价调整 提高电价 或提高市场化用电比例 可以增加企业受益 八 补充一点 水电开支主要体现为一次性投入 债务较高 存在财务开支较大的情况 随着还债压力逐渐减轻 收益会逐步提高 今天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喜欢记得订阅我们 我们下期再会 11 12 12 13 13